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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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欢迎收看ボレTV 我是白开心 我叫黑幽默 今天我们将为你们带来 八个大马之八超级厉害的事实 今天就会为大家呈现 第六个大马之八最不一样 也是最新鲜的话题 也就是超级候选人 这超级候选人呢 到底有几超级呢? 他们是不是像超人一样 还是他们跟我们烦人一样? 听说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决心 我们首先先来了解一下背景情况 也就是在第十三届半级选举 来年之际 BM Berkhidmatnamdi 为了抵挡PR Berkhidmatnamdi 排山倒海的公司 于是就派出到他们重量级的候选人 重量级呢? 可以说是肥胖再加重量的那种重量级 他们不但在重量上有固人的表现 而且各个身怀绝技 是怎样的绝技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有请第一位 就是我们的灌篮高手 灌篮哥 灌篮哥嘛 说到他的名字 大家都知道 他在篮球上有非凡的造诣 所以 根据他在宣传板上所显示的图片 我们得以了解 他曾经过去十一年出色的篮球选手 而且听说他在十二岁的时候 可以做出半场灌篮这么厉害的决体 半场灌篮? 对 那我们来检讨一下他这个灌篮的技术 会为我们学校带来怎么样的贡献 第一项就是体力 体力? 对 说到体力啊 做候选人可不简单哦 要宣传要到处跑来跑去 以他这么能量的体力 他就可以打持久战 到处为大家循环 讨人家的温馨 原来如此 对 我还知道第二项 也就是 准确度 准确度 叫几准的 这个是百分之百准确 空性的那种 因为他要灌篮 他必须要灌得很准嘛 可以灌到自家的篮嘛 所以他这个就能够准确的 抓摸到选民的心思 知道学生要求的是什么 来拿出他们 这样可像是毒心术咯 可以类似那种嘛 还有第三项 也就是弹跳力 弹跳力 弹跳力有什么用啊 就是在遇到危机困难的时候 他能够迅速的跳离现场 跳离现场 这个弹跳力也可非常惊人 当然啦 不然他想要做灌篮歌 讲到弹跳 还有一个也是很给的 他会的 就是速度 速度 在别人还没大声到门之前 他把他捞过来 就像说 就像即使是别人已经完成了的东西 他就赶紧趁人家还没宣传先 对对对对 是不是很难受绝技啊 有人来说 灌篮歌真的非凡啦 我说到灌篮 灌篮讲究的是要秒的准确 然后选票投票也讲究的是 投的正确 对对对 所以讲到正确和准确 我就想到了一个游戏 游戏 这什么节目在谈游戏 什么游戏 你说来听听 我陪你我陪你 叫做angry bird 好幼稚啊 笨头鸟啊 你不要看幼稚 我们可是有一个候选人 以angry bird 作为他的宣传招牌 真的吗 你不记得吗 他现在在我们班上 穿上angry bird的面具 然后披上angry bird的毛巾 就要求大家来投他一票 他冲他一身红红的 红韵当头 只希望他没有交好头 希望如此啦 那么以这个game的概念 就是游戏的概念 angry bird就是射猪嘛 如果他是那个鸟的话 叫我们是猪 原来如此 岂有此理啊 可不是嘛 你知道 当angry bird 如果从那个发自台射过来的时候呢 在靠近那些猪之前 他就会用甜言蜜 向那些选民说 请偷我一票 最后就为了得到那个分数 把那个人民 就是那个猪 以他们的物质全部给炸掉 连物质都不留给我们啊 对啊 不过说到啊 他是愤怒鸟嘛 但是我在想 他在愤怒什么 毕竟啊 在这个腐败的领导 统治之下的我们学生 才是他们领导的受害者 我们才有 我们应该比他更有理由来愤怒 对啊 对啊 他在愤怒什么呢 难道是 做贼 喊贼 先下手为强 原来不是 他没有说 我先说 我说就是我贏 没有可能 还有 等下 就我Google社长 我找他的个人资料 先进那里 写着他的绝招 绝招 第一个是拉横幅 就是banner 我以为拉弹弓 第二个 他是 用打牛师来批评对手 他这样浪漫 打牛师 我在想可能是因为 他是人造鸟的关系 人造愤怒鸟 不是自然的鸟 所以他需要打牛 来给他有动力 打虾还是打批评对手 可能他 这个就是他的奇妙的地方 可能他的鸟老了 需要打一打牛才可以飞 OK 说到鸟 我就讲了一个成语 鸟与花香 鸟与花香 我还走马看花 讲到花 就想到一个人 第三名候选人 也就是 黄梨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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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黄梨香 那我讲到这个 黄梨香 他是个女的 女生 千万不要把他跟王力宏道馆 还有林志玲 所以他名字有点像 哈哈哈哈 你自己也不想 不想不想 不过他倒是自认有林志玲的美貌 要不然他怎么敢在宣传牌上 放出曾经参加选美比赛 以及曾经认职模特 听说她还是一个漂亮太太 漂亮太太 知味美貌勇气并重 她还说信任和尊重设养呼吸 记忠言的事实 看来 当然好像是把我们当笨蛋 因为我们课本上都有血 我们只是随随 辅实皆得的东西 不讲这一个 讲道德讲道理 人人都会 只要道理对的都不算坏 可是那么至于一个模特 会为我们学校带来比较的贡献呢 因为我看了很多的学校 尤其是某某某某学校 校花校草都很多 可是校花校草到底为学校 会带来怎么样的一个名分 这个是值得探讨 我觉得可能是应该是 她可以作为班上的花瓶 花瓶的花瓶都没有用 花瓶能够白美啊 白美还被人打破 所以她只能够去富贵人家那里 她只适合摆在富贵人家 那你这样说就不对啦 难道我们不读书 读叉饭的学生就不会欣赏花瓶吗 这就要看这个花瓶能够为你加带什么 所以我问你 如果你现在能够选择 用同样的钱 你能够买一包米和一个花瓶 如果你是穷人家的话 你会选哪一个 我当然买米啊 当然啦 所以花瓶选择白美嘛 你有实际贡献啊 白色防徽生 而且你要知道这个候选人她还有一扇奇招 她曾经担任临时演员 临时演员 这个我就担心了 说到临时演员就是代替主角 主角的人 啊主角 代替主角替班的一个人 那么 那么 身为临时演员 那会不会就是我们巴基曼娜替请来的临时政治 的目的 我们最好奇的是啊 或许他是签了一个临时的contract 然后 如果有信当选了之后 钱拿了 票得到了 他就拍拍屁股 跟火大姐一起出国旅行去 这可能来说 毕竟是演员嘛 也对啦 有什么花瓶 说到就 说到他们啦 我就想到了另外一个人 这个 谁啊 我想到了第 现在是第四个人嘛 我们有隐姓的嘛 对对对 现在我们还有一个歌星 歌星 唱歌 没错 我们有 中极伦 颜歌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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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贵感啊 他 他 最近他非常的红 懂为什么吗 因为他推出了 和许多张的专辑 专辑 他免费派专辑来告诉 学生们 叫学生们支持他 哇 那么他这个专辑就请到你来的 爸爸妈妈那边拿来的 诶 这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奥妙的事情 听说他的专辑可不简单 他会很多人远 他这个专辑里面呢除了有华文啊 英文啊 马来文啊 他还有 福建啊 哈嘎 印度文 印度我都有 哦 对啊 加银咯 银咯 而根据啊 呃 我多年以来看小金党漫画的研究 我觉得他很像里面的一个角色 我 我也想到他是谁 谁 鸡安 没错啊 在小金党里面 鸡安就是最有权 最有识 最八百 最大赛的那个 嗯 看来这位候选人除了戴了多一副眼镜 什么跟他也没差啊 没错啊 声音和身材都差不多嘛 嗯 到底这个声音 利用声音的这个帮委候选人呢 会为我们的班上同学 带来怎样的贡献呢 还真的是让人 事物以待 而且还要洗耳共听 没错 讲到洗耳共听嘛 我就想到洗东西 洗东西 负责洗龙杠的龙杠哥 龙杠哥 也计是我们第五位啦 候选人 我可以 我说洗龙杠都可以做我们班上同学人哦 没错啊 你叫我洗马桶也可以啦 从小到大 叫你的马桶都是我洗的 哎 你要知道 他五年来 他最大的贡献就是 洗了 修了三条龙杠 三条龙杠 龙杠 龙杠 水公 三大龙杠 所以大家就称它为龙杠哥 而且他胆敢把这个杠 放在他的宣传招牌那里 明明确确选择 Penchapayan 塞了 Penchapayan 来 敬一下 我有点被冷到的感觉 这个叫做Penchapayan 我觉得啊 根据他这样洗东杠就可以拿到如此高的职位 而且又能作为班上的代表 我只是要供爸爸讲 哎 不用读医生了 医生有什么用 蛤 读我医生出来你能够做候选人 对啊 我也要跟我朋友读医生的那些朋友说 不要读啊 人家洗龙杠做三条 我都可以做候选人 而且啊 可不简单哦 到底他是怎样爬上去的 这个其实我们不知道的 还有对他有一项很著名的举动 什么举动 就是有一次他挑战 在挑战PR老大 安华的女儿出来和他辩论 然后结果怎么样 结果辩论当天 安华的女儿出席了 出席了 然而他也出席了 他以什么样的方式出席 非常特别 他派出了他的照片 啊照片吗 他人了 他认为只要有一张照片 就足以对付安华的女儿 这样根本就是对于我们同学的侮辱 当然我们同学是傻瓜嘛 非常 而且我还听说哦 他在那个班上呢是负责做财务抽税的 我们学校收费的 没有不是他是福利部的学长 啊对对对福利部的学长 那么他还说哦 他他起的那个那个那个福利税啊 还不算很高 哦 6.5% 啊他说他说 其实6.5%并没有怎样高 只是多去了80块而已 结果大家就吓到 80块 80块 吃多少餐 对啊 一天只吃5块钱 80块可以总吃两个礼拜 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我真是不知道 八岩的候选人 有没有人要支持他 对啊 到底他龙龙女儿干净了 我们也不知道 诶讲到 讲到我都肚子饿了 诶 是有一点的 是有一点的 今天是晚上的你来的 还没啊 为了这个节目啊 哦 我讲到就是 我们还有一个厨师候选人 哦对哦 也就是我们第6位候选人 嗯 他叫做 厨师哥 厨师哥 厨师哥又会有什么样的绝技 诶 他最著名的招牌菜就是 印尼加利拉 印尼加利拉 这个 根本就是PR的那个口头残 没错 我最好奇的是 身为BN候选人 他为什么会把PR所大力推荐的招牌菜 来当成他自身招牌呢 对 那可不一定咯 可能这道菜是他认为 呃 他能够promote 哦 接人家会不小心 click up这个link的时候 就会去到他的profile那里 对 哦 臭名啊 而且他可能想用 敲通极极的手法 我有本事拿别人的手根来做我的手根 我厉不厉害 反正是人家会觉得 诶 你有点像走狗这样的感觉 诶 这个也不能这样说 毕竟还有别的招牌菜嘛 哦 第一个 C4蒙古炸鸡 哦 这一道我知道 这一道是我们 阿杰哥最喜欢 Rosma大小姐 最讨厌的那一道 嗯 这一道菜啊 要煮起来 很麻烦啊 难怪Rosma小姐 这么不喜欢 那为什么办 你必须去买蒙古的炸鸡 哦 哦 买回来的过后呢 要用黑纸 黑纸 黑布条都好 黑色的 把它蒙起来 哦 放在一个地方 用C4蒙的马给炸了 炸 香脆脆皮 炸到粉蒸脆骨 才好吃 原来如此 这是刚找一个菜 对 很不一样 第二道菜 是清蒸潜水底 清蒸潜水底 这一道也很不同哦 听说啊 你必须要去抓 不懂哪一个地方 那是法国对吗 从法国进口 法国进口的鱼 这个鱼咯 是不会潜水的 你必须要 买到这个鱼 你才能抓到它 买这条鱼 从法国进来 那然后呢 撒上酱油 再放一点汤锅 再洗黑钱 撕坤 这大概就成了 这种酱料来着 是特别的 名字都是 非常的 顶顶大名 对 独一无二 但是有机会 真的要try一try看 哦 对 还有第三道菜 第三道 A.E.S.燕窩 哦 这一道我吃过 我最讨厌这一道哦 拿着吃的鱼 为什么嘛 记得我去那个餐馆哦 我看他的菜单哦 看他那个燕窩什么 他就说我三百块了 看菜单 在看菜单 他说我看的太快 看的太快啊 哦 就说我三百块了 我没办法 我只好就叫他来吃看哦 然后我吃吃吃吃哦 味道还可以啦 可是 他又在插手三百块 为什么 他说我吃的太快 他还把我的样子拍下来 你在那里吃住 他在那里拍照 哇对啊 对啊 嘶 嘶 嘶 也没有问过我 他真的不是打净 我差点啃到 死在那一边了 幸好你还要去死啊 对啊 哦 哇 真的太恐怖了 真的奇怪啊 我这个 加起这个A.E.S.的这个燕窩 还有第四道 更加厉害 喂 叫做 望远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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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鱿鱿的对不对 哦 望远镜鱿 对对对 望远镜鱿 哇这倒可不简单哦 听说这个鱿鱼呢 是本地鱿鱿鱿鱿 这个鱿鱿呢 只是两千块吧 可是你们去吃的时候 要小心啊 因为一定会给店铲 那个那个店 店铲主是炸你的 炸吗 这道菜哦 蛤 他炸鱿鱿鱿 他炸鱿鱿 他炸价钱 炸价钱 对 两千块的鱿鱿 他可以卖五万块 五万块啊 对啊 有没有搞说 两千块鱿鱿 怎样卖五万块 我也不知道 他放了什么料 他就做不贵 他说 他把鱿鱿买贵了一点 所以就只好 炸出贵咯 买贵的鱿鱿鱿 买贵的望远镜鱿鱿鱿 然后叫你付钱 哦 我还没打他 可是在同时间 他有一个员工买了一个国旗2块4吧 2块4有国旗 被他打到半死还推下楼梯 这什么道理嘛 恐怖老板可以买贵 他的员工买 都没有买起来买便宜的 被打到半死 可悲可悲 所以各位啊 当你们投你的蓝的时候 要想清楚开头 这一票会决定 班级的未来 我是白开心 我叫黑幽默 谢谢你们的收看 请继续subscribe 我们还有like 我们的page 我们将会为你带来更多大马 劲爆消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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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节目